东欧梅子开饭吗? 各位诚客们,我是大家的宠美院, 欢迎订阅到达联网的NATASHA 我们的飞机请先起飞,请进行安全带 各位先生,我们的飞机会准备完成,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今天我们聊个平淡枯燥的主题 东欧梅子开饭吗? 关于这个问题, 我特意采放了我家老司机中的战斗机, 也就是我老婆, 她往着贵槌帮的卫星告诉我 东欧梅子在婚姻不熟悉的时候, 高温得分, 但是你用欢迎巧遇和他们婚恕以后呢, 他们就会主动摆着一种含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梅子喜欢你, 她会外主动找你表白, 但是呢,表白的时候, 她又会脸红, 让你觉得她很害羞, 你要是回答她, 我也喜欢你, 那不得了了, 梅子的脸就会同红同红, 白人吧, 脸一红, 就跟骨子屁股一样, 特别明显, 嘴角落成了女生许悦, 就好像你在梦里, 见到我离枕里, 导着你的感觉, 就像我一样, 而且在哪里梅子会讨的, 跟你去哪里旅游, 还真没提出过, 要买个宝宝, 才能证明爱情的, 必须是, 阳光沙滩一杯酒, 马上跟你走, 但是, 我老公是美术学院毕业的, 不知道她学校的女同学, 是不是特别容易, 深入交流,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 不一定准确的结论, 偶尔是女孩, 见到自己很喜欢的男神, 她会很主动很开放, 遇到不喜欢的不熟悉的, 绝对跟喜伯利亚冷孔气一样, 很保守, 丁切是没法让他们改变的, 甜言蜜语都很网友, 各位乘客们, 今天的旅途到这里就结束了, 请订阅安全带, 谢谢乘客们的收看, 记得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期看完聊聊, 怎么着很多, 神才不走心, 等我美子, 咱们不见不散, Muah Muah Muah